下面我们来看血栓与止血的检查 这个内容呢 对我们的学习医的 以及考研究生的 这个地方都是一个考点 那有个同学说 王老师我们学中医的 这些东西是不是太难了呀 你还笑 你好意思笑 我都想哭 其实你会发现它相对来讲很有意思 我们先来看看考试内容 好不好 它的考试内容有出血时间的测定 血小板的聚集 凝血因子的监测 以及腺容活性的监测 和口服抗瘾药物的监测 有个同学说 王老师这太多了 我想哭啊 那有个同学说 王老师他这个地方有什么有意思呢 那我们先来看看 咱们做知识准备 对于一个血管来讲 你看我现在我的手被刀割了 对不对啊 那血管是不是就破了 你要是血管破了以后 他为什么自己就可以 留住留住就不留了呢 而且最后 这个血管长好了后 也没有任何的后遗症 刘敦说 王老师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看啊 假如我们这个血管 给他比喻为一个河堤 你河堤绝口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堵住 堵住了以后 这一块我问你 是不是也留下了一个疤了 对不对啊 那你要是血管 要留下了一个疤了 那就不好玩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 他不平呢 我们的血管 要求内蒙 非常的光滑 光滑的所有的 有形的东西 根本就站不住 也就是说 就根本粘不到上面去 他就直接 就给那滑冰一样的 都滑走了 那要按照你这个 要说 我们的集体 最后血管给他堵住了 堵掉了这个地方 他不光滑 那时间长了后 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容易 从三子三子三子 最后不就可以堵住了吗 那也就是说 当我的手要割烂了 血管破了 时间长了 这个血管就堵住了 那我这个手就完蛋了 对吧 就不能割 但是现实是这样的吗 不是啊 我们割了以后 长好长好 你会发现 一个崭新的手指头 依旧的手指头 是不是仍然在这儿的 就包括我们做了手术 做了大手术了后 大的血管 是不是就可以损伤 但是最后 你会发现 照样的可以 丢我们恢复如初 虽然不像 给刚开始一样 但是 它的血管最好 在这个地方没有问题的 你不想知道 它为什么吗 各位跟着王老师 一块来看看 正常我们机体 是如何止血的 是如何让我们的血管 最后恢复到 如初的状态 那么我们机体的凝血 和抗凝 它的最主要的 也就是说 正常的止血机能 有两个 一个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四个因素 所谓的两个方面呢 就是机体的凝血机制 和抗凝机制 也就是说 一方面你凝血 另外一方面 我要给你进行抗凝 我要进行给你抗凝 比如同学说 王老师 抗凝 什么意思呢 你要凝血 我作为抗凝系统来讲 我就是个监工 就相当于 你这个合体 决低了 对不对啊 那你在修复的过程之中 我在旁边 还有一个监工 这个监工 起到什么作用呢 让你修到刚刚好 OK 它就不让你再修了 监测 监工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 它需要有谁参与呢 血 我们所讲的 血管壁 血小板 凝血阴 凝血系统 以及抗凝和腺溶系统 好 那我们看具体是什么样子啊 咱们现在来看这个 血管是不是受损呢 对不对 血管一受损 首先第一个 我们的血管壁 就可以自己收缩 它自己收缩 你告诉我 这个地方 假如我们把血管 它破损 咱们给咱们的核滴 绝滴 咱们做一类比 大家是不是就好理解了 但是我们的血管高级就比 高级在什么程度 它自己的 自己就可以收缩 那这个口呢 大家知道是不是可以变小 而我们的核滴 是不是没有这个作用 没有这个功能 好了 那么血管受损 血管收缩 哎 你看到没有 它这个口是不是就变小了 它一变小了以后 接住我们的血小板进行粘腹聚集 就像风 我们所讲的密封一样的 轰上来 哎 那有个同学说 王老师 哦 我知道了 这就相当于我们决堤的时候 是不是有沙带 有石块 是不是往里面投放 它是不是起到一个堵的作用 一个方面血管收缩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的血小板前夫后继的往这个地方进行粘腹聚集 而且最神奇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在血小板粘腹聚集的时候 我们的血小板要进行消息的散发 也就是说进行群发 它这个地方还不是淡发 是群发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血小板在聚集的时候 它同时把这个信息给启动了 也就是说机体要启动凝血机制 它要启动了凝血机制了 看到没有啊 凝血机制就启动了 启动了以后 你们知道不知道 我们的凝血因子就像瀑布一样的 一环扣一环 一环扣一环的给产生了 产生到最后形成了什么 线维蛋白 这个黄色的就是我们所讲的线维蛋白 线维蛋白一旦产生 就是我们的凝血机制启动了以后 它产生的结果 凝血机制到最后就形成了 我们所讲的线维蛋白 那就是相当于是什么 形成了就有网了呀 线维蛋白就是什么呢 例如我们把你哪一天啊 你注意你可以做一个实验 你哪一天你的手割烂 或者哪个地方出血了 你敢放到你的 你随手拿的不就你有手机吗 把这个血滴到你的手机瓶上 然后你再拿个牙签 半分钟挑一次 半分钟挑一次 你可以发现没有挑几下了后 你就挑到牙签上有一个白色的丝 这个丝就是线维蛋白 就是它 看到没有 线维蛋白一旦产生 它是不是就可以织完 它就可以让血液中的有形成分 全部往进去了 那我问你 这个酸子是不是就牢牢的 把我们这个血管的缺损的部分 给堵住了 你刚好堵住了以后 你要知道我们的血小板在进行黏肤聚集的时候 它要启动我们机体的凝血机制 同时把我们机体的抗凝机制也给启动了 让你长得刚刚好堵住的时候 OK 它就让你这个工程停止 停止了以后 然后它接触就开始干什么 线溶系统就开始 它把停了以后逐渐的生长生长 最后它再把这个线溶蛋白要线尾蛋白要进行 线溶蛋白我们要对它进行溶解 把这个线尾蛋白给溶解了 溶解了以后呢 再铺上我们的内皮细胞 最后这一个血管 恢复到给正常的是一样的 各位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凝血过程啊 所以我们再倒回去来看一看 咱们机体的整个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凝血机制一个是抗凝机制 是不是有谁啊 有我们所讲的血管壁是不是要参与 血小板要参与 机体的凝血机制要参与 看到没有 是不是还有抗凝 到时候你给我中止 而且最后是不是还有线尾蛋白的给干嘛了 对 它是不是给溶解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没有啊 我们正常的止血 它是不是要有两个机制 四个因素的参与 那下面呢 我们就重点来看一看的就是这个凝血系统呢 各位跟着王老师一块来走 你看到没有啊 我们最后可以总结了吗 在止血的过程 首先是不是血管的筋暖 和我们血小板的血栓形成 对不对 最后血小板系血栓形成的过程之中 我们机体的凝血系统是不是开始 凝血系统开始了以后 产生相应的什么 线尾蛋白 线尾蛋白凝块一旦形成 这个时间我们机体的抗凝和腺溶系统 是不是同时制约 它们达到一个平衡 然后整个止血 整个机体的凝抗凝和凝血机制 达到了一个平衡 那我们机体的这个止血的过程 是不是才真正的结束了 好 那么我们下面呢 再来接住来看看 就是咱们的血小板聚集了以后 是如何启动机体的凝血机制的 看到没有 我说群发 你们相信不相信呢 这就是我们血小板 可以释放大量的血清书啊 ADP啊 还有血栓碗啊等等 也就是发 这个有同学说 王老师这些都是什么东东啊 你不用管 也就是说血小板在进行年负聚集的时候 同时让我们机体的凝血机制给启动了 给激活了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注意他在启动的时候 有两个途径 也就是说我们的血小板 我们机体的凝血机制 在启动的时候有两个按钮 一个红按钮 一个绿按钮 你按哪个按钮都可以启动我们的凝血机制 只不过他的什么呢 他的外源性的最主要是我们所讲的什么 第三因子也就是组织因子 而内源性的最主要是 启动的是多少啊 第十二因子 你注意啊 现在就开始连环扣了 什么连环扣呢 他一个是从第三因子开始的 一个是从什么 第十二因子开始的 他最后三因子激活七因子 而十二因子激活十一因子 接着他们最终都可以激活的是谁呀 十因子 那么只不过一个是通过外源性的 这个叫做外源性途径 而这个叫做内源性途径 开始往下了一环扣一环了 我们这个在临床后呢 就把它叫做分别的把它叫做外源性的凝血系统和内源性的 所谓的外源性的是受伤的组织 所谓的内源性的指的是血管破损 听清楚没有啊 一个是血液系统的凝血 一个是组织系统的凝血 例如我碰住你了 你的组织损伤了 那这个时间大家知道组织因子 其实就是我们的凝血因子三 听清楚没有啊 你碰住我了 我对不起 我在这个地方有凝血因子 我的三就进入到血浆 OK我按 我启动了你的什么凝血机制 那么你血管要是破损了 内皮要是破损了 那我这个时间我也要按 它的一个凝血机制 那这个在临床把它叫做内源性的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图啊 这个图大家知道这是不是血管 你的血管破裂了 那这个时间它 它的启动 大家知道是不是内源性 你要组织细胞损伤了 这个时间它组织因子的三因子 进入到我们的血浆 那么照样的 它可以启动我们的凝血因子 所以说这个在临床就一个那一个外 但是他们最后到达的途径 应该也是一样的 来我们来看一看啊 有的人说 哇王老师 这个你们都要 你都要给我讲 对你那座心子听啊 你也亏的遇到了王老师 可以我们可以慢慢的来欣赏了 咱们首先来看呢 就外源性的凝血途径 是不是就把咱们的组织细胞嘛 组织细胞 它就是三因子 它进入到血液中了后 血浆了以后呢 它可以让我们的七因子被激活了 看到没有啊 三因子激活七因子 七因子再接住 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啊 它又和我们这一堆钙离子呀 这些是不是产生 让激活了谁呀 十因子 又对说 王老师他是怎么激活的呀 你们注意啊 这些凝血因子 本身就是老老实实的 待在我们的大本营里 你一旦 你给它有相应的上级的命令 就可以让它进行转变为活化的 你像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就把十因子变成了具有活性的 从我们所讲的 这个是凝血 凝血因子 它没有活性 最后现在变有活性了 那么下面有个小A的 都是被激活的凝血因子 就像我们军队 大家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状态 你看我们城市里面 是不是都要有军队的 那么都是不是 但是这个军队 大家知道 是不是它是在他们的军营里面待住的 它一般是不是不出来的 因为它一般是不出来的 但是一旦要是有犯罪 或者是有暴动 大家知道这些军人 他们是不是要出来的了 明白了没有 一样的道理 好 我们知道了 外缘性的从组织因子 三最后激活 七因子 最后激活什么 十因子 OK 这是不是通过外面这条 是通过这条道走的 而内缘性的 特别有意思 它的血管损伤了以后 它先激活的十二 十二激活的十一 十一激活的什么 九 九因子激活的是八 八因子最后激活的是谁 是十 有些人说 哦 他们两个虽然走的不一样 但是最终是不是都把十因子给激活了 十因子一旦被激活 你们注意 它要和五因子 钙离子 以及我们所讲的什么 零子形成了一个团队 那么我们把这个团队叫做什么 叫做凝血霉源激活物 凝血霉源激活物 你琢磨琢磨这句话 凝血霉源的激活物 它是不是肯定要激活凝血霉源 凝血霉源的激活物 你看 它是不是要激活凝血霉源 而凝血霉源 其实就是我们的凝血因子二 看到没有啊 也就是说费了这么大的劲儿 他们要到这会儿来形成一个团队 形成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一个名字就叫做凝血霉源激活物 OK 它就把我们的凝血霉源转变为了凝血霉 而凝血霉呢 又可以把我们的线维蛋白源转变为线维蛋白 而线维蛋白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一因子 一因子 好嘞 那么最后再通过我们所讲的什么 它最后再给它变成稳定的 我们所讲的线维蛋白 好 这整个的一个过程 大家发现没有啊 就叫做凝血过程 那我们通过刚才王老师给大家讲的 我们可以有一下的信息获得 第一个信息获得 无论是内缘性和外缘性的凝血过程 它是不是都是我们的凝血因子一环扣一环的 这个呢 我们在临床上 我们医学的人 高禽商的人 把它叫做浦布学说 浦布学说就是连住下来的 对不对啊 中间就没有断裂的 非常的形象 第二大家要注意 在整个的凝血过程之中 凝血因子是不是是缺一不可的 那我们世上就有一个倒霉的 就有一个疾病 这个疾病就叫做血有病 就是我们所讲的血有病 这个血有病 它倒霉就倒霉在什么地方呢 它先天性的九因子和八因子就缺乏 看到没有啊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地方是不是需要八因子和九因子了 血有病患者就缺的是八因子和九因子 有个东西说王老师坏了 它的内原性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接不上烫 中间断嘛 对不对啊 但是它的内外原性的凝血 是不是可以 也就是说血管内一旦要是凝血 它往往在临床上 你可以发现没有啊 它是不是启动就难 启动就难 那我问你 这个在临床上是不是就可以表现为 它的出血时间是不是就长 对不对 所以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没有啊 在整个的凝血过程之中 它是需要我们很多的凝血因子参与的 你这个凝血因子一旦减少或者是不在位 我问你 这个在临床是不是可以导致它的凝血时间的延长 那么出血的时间是不是也是延长的 我们讲了这个 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个信息了 对不对 它是一个瀑布 也就凝血过程是一个瀑布的学说 也就是说 它是凝血因子全部都要到位参与的 只要缺一 那么就可以导致它的凝血障碍 对不对 那么而且我们在临床是不是可以导致出血时间的延长 这是第一个信息 我们知道了啊 那么第二个信息 大家发现没有啊 你的你的整个凝血是不是分为内缘性的和外缘性的 这个两个途径 对不对 无论你内缘性外缘性的 我们整个的凝血过程 它是不是都要分为三个步骤 哪三个步骤啊 第一个是不是瀑血酶原激活物的形成 对不对 第二步是不是瀑血酶原的形成 第三步大家知道是不是线维蛋白的形成 对不对 我不管你怎么定 你是内缘性外缘性的 你最终是不是都要形成瀑血酶原激活物 对不对 然后是不是瀑血酶的形成 然后是不是线维蛋白的形成 它是不是要经过这三个途径 这给我们的是第二个信息 第三个信息 大家要注意了 就是谁啊 它的瀑血因子的参与不同 那我们在临床上你可以发现没有啊 是不是可以出现的就所谓的内因子和内缘性和外缘性的瀑血 好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图是不是再次告诉我们 线维蛋白源在瀑血酶的作用之下是不是转变为了线维蛋白 对不对 最后形成了我们所讲的血块 好 那么我们刚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这整个的一个瀑血的过程 你的瀑血因子是不是都在参与的 要连贯的 不能够缺席的 你可以发现在我们的内缘性的最主要的有12 11 9 8 是不是 王老师给他简简单化了啊 外缘性的最主要是不是三因子和七因子 最后是不是都把十因子给激活 对不对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十因子五因子 盖离子以及我们所讲的什么 瀑脂 它是不是共同形成了瀑血活酶 瀑血酶原激活物 瀑血酶原激活物 有的人说王老师 你跟我说这么多 我就想检查 到底哪个瀑血因子不在位 可以不可以啊 可以 这就是我们所讲ABTT实验 那这个就是PT实验 也就是说APTT实验 是看这四个因子是否到位 那PT呢 最主要检查这两个瀑血因子是否到位 有的人说王老师 你说的意思是APTT实验 它要是这四个因子 有任何一个因子不到位 那么它就会延长 而PT呢 也就是说检查外缘性的 那你这个三因子和七因子 只要有其中之一 那么它也可以 它也可以怎么延长 那么我们可以看 假如要是血有病 大家知道它是不是八因子和七因 八因子和九因子 缺位了 缺位了以后 所以说APTT 大家知道是不是延长的 而对于它来讲呢 外缘性来讲啊 它是不是是正常的 因为人家不需要你八因子和九因子 OK 这一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说他们另年考我们的 不仅仅你们考 我们的研究生也在考 那王老师把这一个 珍贵的重要的考点 大家记住的 就是血有病的患者 听清楚啊 血有病的患者 它的APTT 大家知道是什么 对是延长的 对不对 而它的PT是什么 是正常的 这句话大家要注意 所以所以 我们在临床上 人家翻过来说呀 APTT延长 PT正常 建议什么 你得知道 是建议血有病 人家说血有病 什么延长 什么正常 你是不是得知道 对不对 好 再来看了啊 当然了 APTT和PT的延长 当你的下面的十因子 二因子 一因子缺乏的时候 是不是光下 是不是照样走不下去 那是不是也可以延长的 好嘞 我们现在终于 指导了 它的整个的凝血的一个过程呢 那我们下面是不是就可以来进行检查 整个的一个初血性的问题了 首先我们来看初血时间 那么初血时间 大家注意啊 一般的情况之下 超过九分钟呢 那这个在临床就为异常了 注意啊 这一个值大家不需要记 为什么 它检查的方法不一样 它的参考值也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重点来说的就是 出血时间延长 你可以发现没有 只要是参与出血的这些因素 要是出问题了 是不是都可以导致出血时间的延长 像血小板的数量的减少 血小板的功能的降低 以及毛血血管B的异常 像我们所讲VC的缺乏呀 毛血血管扩张针呢 对不对 包括凝血因子的缺乏 那这个在临床 是不是都可以导致出血时间的延长 这个在临床上 现在大家注意啊 它的用途没有地位 相对来讲比较低 它仅仅作为一个筛选实验 我们下面再来看的 最重要的就是血小板的聚集 对吧 血小板聚集实验 那么它要使血小板聚集高了 也就是我们所讲 能看到没有啊 它要增高了 鉴于它的功能增强 那在临床上 往往鉴于什么情况 血小板什么情况下 处于一种高度的 想聚到一起的状态呢 举个例子啊 什么时候乌云会密布呢 那是不是快下雨的时候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所以你看到没有 血栓前的状态和血栓性疾病 像我们所讲的心梗 还有脑梗 还有心脚痛 糖尿病 以及人工半膜和我们所讲的半膜移植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你都属于义物啊 你本来进入到我人体 我人体就要给你干掉的 我就要你给我出去的 所以说血小板都要在这个地方 他也不知道你是我们要治病的 他就在这个地方聚集 他一聚集 大家知道是不是就容易出现什么 血栓呢 就像我们所讲的 做放这个支架 你把这个血管里面放支架 你要不管他 他两个月内 他就可以满满的把这个血管又长满 为什么呢 因为机体辨别你这个地方 你你放的这个支架 他认为你就是个义物 你义物呢 血小板就要聚集 就要把你这个地方想给你 想给想说你这个是坏蛋 你给我出去吧 看到没有啊 所以所以大家注意了啊 血小板的聚集实验要是增高了 我们一看哦 这个地方怎么了 有血小板的一插 他的血液中 血小板的聚集能力强 你都知道坏了 是不是要发生血栓呢 对不对啊 那要是降低呢 在临床鉴于聚集功能的降低 我们临床比较常见的 血小板无力症 还有尿毒症 还有肝阴化患者 这个我们重点是不是说的是他 好了 我们说了血小板的聚集 说了初学时间 我们在下面来看看的就是 凝血阴质的监测了 凝血阴质的监测 最主要的是不是 一个是APTT 一个是PT 还有一个就是线维蛋白源的监测了 我们首先来看的就是APTT APTT它是不是又叫做什么 你们注意来看啊 又叫做活化部分的凝血酶原时间 也就是部分活化了凝血酶原时间 那么还有呢 一个是叫做血浆的凝血酶原时间的测定 是外源性的啊 还有一个是线维蛋白 那么大家注意啊 APTT呢 它查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血管里面的内源性的 而PTT呢 查的是不是外源性的 对不对 好 我们下面来看了啊 首先咱来看的就是 活化的部分凝血酶原时间 APTT的测定 有同学说 王老师 这个句话好像很拗口啊 读得好像不舒服 对不对啊 对 为什么啊 这些其实都是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学的 是不是西医诊断 这是西方人 他们通过实验得来的 所以说翻译过来呢 不符合我们的文化 大家读起来呢 是不是比较难受 那王老师读起来也难受 那就怎么定呢 我直接都APTT 那么注意啊 它最主要是反映的是 内源性凝血因子 各个因子 总的一个筛选实验 它是个筛选实验 那当你要是出现了什么 血浆的八因子和九因子 缺乏 例如血有病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延长的 对不对 还有呢 二因子的缺乏 一因子的缺乏 那我问你 是不是也可以导致 它是不是要延长的 对不对啊 这个图我们刚才是不是说了吗 你这个APTT延长建云 它这个凝血因子 还有我们所讲的凝血酶原 还有我们所讲的线维蛋白 对不对啊 那这个在临床 他们要是干嘛 缺乏了 这一溜了缺乏了 那是不是APTT是要延长的 在我们这个地方考核点最多的 大家知道是不是 八因子和九因子 除此之外 大家知道是不是 当我们凝血液 形成了线维蛋白了以后 那你现在怎么的啊 你把线维蛋白 再进行溶解的时候 你过头了 你过分了 那大家知道 是不是可以导致腺溶 好不容易 你刚刚刚刚刚什么了 我们凝固的 我们进行堵住的 你又把那个绳 也就是说大滴啊 河滴啊 好不容易用这个网 往下去了 后把这个沙土啊 什么东西都给装好了 终于不漏水了 终于不漏血了 现在呢 还没有完全的到时间 你就把那绳子给解开了 那稀里哗啦的 大家知道 是不是又被冲开了 那这个在临床 大家知道 是不是也可以导致 我们所讲APTT的延长 那么APTT 大家注意啊 它不仅仅可以查这几个 而且呢 还可以监测 甘素的治疗 它是一个首选的治疗 检查方法 甘素是什么东东啊 甘素是个抗瘾药物 也就是说 它是针对这两个里面 它是说 我不让你进行 我来干扰你 不让你进行的 那你告诉我 它要是 我们要是用甘素多了 那这个APTT时间 是不是就要延长了 这样是不是好理解 对不对啊 好嘞 我们知道了 它的APTT最主要是 第一 它最主要是内啊 如果王老师 那个PT是什么 是外 我怎么时间一长 它两个我就好搞混啊 你这样想 内缘性呢 它是不是四个字母 外缘性呢 是两个字母 比如说王老师 我还想不通 你想不通都这样 窝豆是不是很烦人 APTT 人家外面的不斗 人家只有两个字母 胡乱联系 我们下面再来看的 就是APTT缩短 缩短 延长吧 缩短 大家知道是不是即将发生凝血 对吧 即将发生血栓 所以说血栓性的疾病呢 不仅仅是我们的血小板聚集能力强 而且呢 它整个的凝血过程 是不是也要缩短 一般情况下 是不是延长 建议出血性疾病 那你说短 大家知道是不是血栓容易出现了 像咱们所讲 DIC的早期脑血栓 那心梗 是不是都可以出现这些 好嘞 那么我们知道了 APTT的延长 最主要的是有血有病的一个问题 这个大家千万要注意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的就是什么呢 血浆的凝血霉源时间 它监测的是谁啊 对 大家知道是不是外源性的凝血因子 那么在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来看了啊 它要是延长 那无外乎有谁啊 第一 是不是我们所讲的三因子和七因子 对不对 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前面是不是讲过 你要检查它 那你是不是还可以可以看到我们下面的这些过程 它要是凝血因子要是缺乏 你是不是照样的往下也走不了 所以说我们讲的二因子呀 五因子呀 十因子呀 一因子呀 是不是一因子不是纤维蛋白吗 你这个地方先天性的缺乏 那凝血霉源时间是不是也要延长的 对不对啊 好 那么还有我们后天性的 你注意 后天性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凝血因子 基本上都是在肝脏的合成的 肝脏合成凝血因子 而且呢 维生素K还参与 所以说你把这两个都给干掉了 有严重的肝脏疾病 而且维生素K缺乏 再加上呢 你用了大量的抗凝药物 各位 那这个时间是不是也要延长 对不对啊 那么它要是缩短了 PT时间缩短了 给谁是一样的呀 对给我们刚才所讲的 APTT的缩短 是不是一样的 集体处于高凝状态 对不对啊 高凝状态的时候 它APTT和PT都可以延长 好了 我们说了谁的问题啊 说了出血时间 说了血小板的时间 说了APTT又说了PT 那么一个是内 一个是外 我们再来看看 口服抗凝药物 注意啊 口服抗凝药物 最主要的是滑发� 首选的我们临床上一般首选的是滑发� 大家注意抗凝药物在用的时候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谁呀 就是你滑发磷你抗凝药物用的刚刚好可以 也就是说不发生什么可以预防酸子对不对啊 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你用的不好的情况之下 过分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就容易导致出血 那你要是导致出血了 大家知道最害怕的是不内出血 像我们所讲肠道的出血 还有我们讲脑的出血 这个是不是就凶多吉少了 所以在整个的抗凝药物使用的过程之中 我们是不是要监测它 通过什么监测呢 就是我们所讲的 宁血美元时间的国际标准化的比值 这就是我们WHO来进行推荐的 那这个时间呢 要求注意啊 就是通过宁血美元时间 国际标准化的 给它来一个比值 有一个基数比值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就建议你的宁血美元 国际标准化的比值 是在多少呢 2.0到2.5为1 所以说各位 你们回来要享用化发磷 你是不是就要给患者动态监测 这个宁血美元时间 而且要求达到它的国际标准化的比值 是2.0到2.5 注意这个2.0到2.5 你是需要记住的 一般不超过3 小于1.5 大家都知道 这个抗凝药治疗是无效的了 好了 我们由此就可以把这个血栓和止血的 这个考点是不是都给大家讲了 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回目以消了哟 出血时间 这个大家可以作为了解 为什么 只要你的抗凝系统和凝血系统 或者四个因素出问题 那么在临床是不是都可以导致出血时间的延长 那我们重点是需要大家掌握是APTT和PT 下面我们再来看的一个就是谁呀 血浆的线维蛋白源 血浆的线维蛋白源 大家知道是不是也是个一音质 对不对啊 那它要是增高了 大家想一想 什么意思呢 线维蛋白源要是多了 那这个在临床是不是容易发生线维蛋白 容易发生酸子啊 所以说糖尿病是不是血液粘稠 心肌梗死 急性感染 肾炎 还有我们说讲 休克这些等等在临床 都可以导致线维蛋白源的增高 那么换句话来讲 大家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都容易发生酸子 对不对啊 因为它容易发生酸子吗 它是我们形成酸子的一个最什么呢 最后的一步的具备的原料 那它要是减少呢 减少大家知道是不是容易发生什么 DIC消耗了吗 对不对啊 还有我们所讲的原发性的线维症 还有重症的肝炎 重症的肝炎 大家都知道 肝硬化肝炎 它是不是不合成了 对不对 所以说它减少的啊 这个大家可以作为了解 大家注意 这是我们所讲的 是不是凝血的一个问题 下面呢 我们还要再说一个的就是 线溶活性 线溶活性 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是我们的凝血过程 千辛万苦的 浦布学车的 是不是形成了线维蛋白 那你这个线维蛋白呢 形成了后 我们机体另外一个系统 是不是线维蛋白的溶解系统 是不是还要参与的 那你这个线溶系统 要是活性太强 那我问你 照样的是不是就不让你产生线维蛋白 那我问你 是不是止血止不了的 那照样的是不是可以出血的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呢 线溶的活性 大家知道注意啊 它是不是还可以用于我们 临床上血栓的检测 那到底是什么回事 各位我们来看看 它最主要的监测的指标 是有两个 一个是第二具体 一个是我们所讲的 血浆硫酸鱼筋蛋白 负凝固实验 也就是大家所讲的 三P实验 这两个到底是什么东东 我们首先来看的 就是第二具体 第二具体是什么东东呢 咱们给大家进行扩展一下 你只要听懂就行 而不需要记忆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后面的记忆了 当你线维蛋白 看到没有 它进行活化和水减 也就是说它代谢的产物是谁呀 是我们的线维蛋白的降解产物 那这个地方最简单 最简单的线维蛋白降解产物 就是谁呀 第二具体 也就是说第二具体 是谁的代谢产物啊 是线维蛋白 有东西说 王老师我知道了 我们都去看露天电影 那当人退去的时候 满操场的全部是垃圾 那这个垃圾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代谢产物 就是第二具体 对不对啊 对 有东西说 王老师我知道了 人越多垃圾越多 换句话来讲 垃圾越多 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就越多 哎 不好听 但是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说说第二具体 它就有什么呢 第二具体要高 是不是间接的反应 是不是线维蛋白高 对不对 那要反应的线维蛋白高 说明什么呢 体内是不是有大量的线维蛋白 那体内要有大量的线维蛋白 我问你 是不是说明 机体处于高凝状态 看到没有 副者就是我们所讲的线维蛋白 被大量的终结了 对不对啊 那这个在临床 我们就可以看到没有啊 第二具体 它的质量浓度 对于血酸性疾病的诊断 和它的评估 以及它的预厚 是不是就有重要的意义了 哎 我不知道 这样官方语言 你们能不能够听明白呀 这样来说吧 线维蛋白越多 大家知道是不是第二具体就越多 对不对 那第二具体越多 线维蛋白越多 是不是就越容易发生血酸 这个没毛病吧 对不对 所以说在临床上 我可以监测第二具体 我监测第二具体 第二具体要多 这个是不是即将发生酸子 对吧 那么我对临床上 对于血酸性疾病 像我们所讲脑梗心梗 对吧 还有下肢静脉血酸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起到一个 诊断评估和预后的判断 对否 好嘞 那么我们就具体来讲了 看到没有 它最主要的是 用于谁呀 原发和激发的一个现容 我们重点来说的就是 原发 大家注意啊 这个第二具体 它是阴性货不升高的 我们重点来说的是它 也就是激发 所谓的激发指的是什么呢 激谁发呀 就第二 DIC呀 恶性肿瘤啊 各种的酸色 心 肝 肾 这些疾病 那么也就是说 这些疾病可以诱发产生大线维蛋白 那么线维蛋白要是产生多了 那是不是就导致第二具体高 所以这个时间 它的第二具体是阳性货身高 所以我可以监测第二具体 对于肺酸色 以及肺梗死 大家知道是不是就有重要的意义了 我们临床上一般指的是大于500 我监测啊 例如你这个人是不是坐牢手术 您看肺酸色肺梗死就是我们坐牢手术啊 或者长期的卧床啊 血液流动速度缓慢 对不对啊 那血液是不是可以出现 流动速度一缓慢 是不是容易发生血栓 对不对啊 那你躺在床上 我现在就看 你到时候你到后面会不会发生肺酸色吗 肺梗死吗 这个在临床是可以要命的呀 我就监测第二具体啊 你第二具体一般情况之下 这个咱们注意啊 我们在临床上内科 西医内科里面是这样说的 你要是大于500的时候 OK 这个时间就说明你机体有大量的第二具体 是不是也就说明有大量的线维蛋白 对吧 线维蛋白是不是在溶解溶解溶解 那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即将发生酸子 那这样对于我们所讲的脑 对于这个肺酸色也就肺梗死来讲 它的预估 它的评估 它的监测是不是就非常重要了 好了我们下面再来看的就是硫酸鱼精蛋白负凝固实验 就是三P实验 那么这一个实验呢 我们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啊 它就是把这个血浆中加入了什么硫酸鱼精蛋白液体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假如我们的血浆中有很多已经形成的什么呢 线维蛋白可溶性的线维蛋白或者是线维蛋白的降解产物 那么我们的鱼精蛋白呢就可以把它两个给它 哎我让你出来 我让你出来肉眼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什么线维蛋白线维状的物质 那这个时间就说明是阳性 那我问你大量的他们出来说明什么问题啊 哎说明他们多呀 他们多这个在临床最最容易出现的是不是集体处于一个高凝状态 那么这个在临床是不是就鉴于我们的什么 对DIC的早期和中期 DIC一旦出现的时候 大家知道高凝状态啊 高凝状态 那这个在临床啊 是不是就可以这样说 只有我们所讲三批实验是阳性的 那DIC即将发生了 但是要注意啊 在临床恶性肿瘤上消化道 以及外科的大手术半血症这些 往往可以出现假阳性 可以出现假阳性 阴性呢在临床是鉴于什么 DIC的晚期 为什么啊 因为DIC大家知道进入到它的早期是不是高凝状态 中期的时候是不是正在凝固 正在弥漫性的血管淋在 那么最后淋了以后 它是不是把这个我们所讲的线维蛋白 是不是大量的给消耗掉了 你消耗掉了以后 你再去查 你再用我们所讲的硫酸鱼精蛋白 你再放进去 然后再让它浮下浮起来 不没有了 没有了它怎么浮起啊 所以说它是阴性的 所以大家知道啊 我们要是硫酸鱼精蛋白 它最主要的是看我们的血液中 是否有大量的什么线维蛋白 及其它的降阶产物 明白了啊 这个实验大家发现没有 简直是不是太神奇了 好了 我们现在把咱们的血栓 以及它的止血 咱们是不是给它说完了 我们要总结一下啊 大家要记住的一下这几个点 第一个 我们要知道 其实最关键的是不是 我们要知道 它整个的凝血的过程 我们剩下的地方 是不是就很好办了 对不对 出血时间 它的延长在临床 鉴于参与出血的因素 那四个因素 毛细血管壁 血小板 对不对 还有我们所讲的凝血 凝血机制 对不对 这个地方 它最主要可以导致出血时间的延长 再有一个是APTT 是不是内缘性的 最主要是血有病是延长的 而血有病是延长的APTT 但是PT是正常的 对不对 那么APTT的延长 它可以鉴于什么呢 鉴于我们临床抗凝药物 是不是也可以导致它延长 对不对 除此之外 肝脏的疾病呢 包括我们所讲的 二 因子二还有因子一 它的缺乏是不是也可以导致的 重点重点 记住APTT是一个内缘性的 最主要是查的八九十一十二 对不对呀 再有一个呢 是不是AP 那是我PT PT是不是我们查的是外缘性的 外缘性的 大家要注意的 这个时间呢 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肝脏它是不是可以表现为延长 而且肝脏呢 APTT是不是也是延长的 它最主要查的是外缘性的 对吧 好 我们说了APTT说了PT 大家还记不记得还有一个是谁呀 是不是一个是血小板的聚集 你要和线尾蛋白源你把它两个放到一起 为什么呢 血小板的聚集能力强 有大量的线尾蛋白源 大家都知道 这个时间就说明什么问题呀 是不是血栓即将发生 对吧 血小板一聚集再加上产生有大量的线尾蛋白源 那我问你 是不是我们整个的凝血机制 是不是一触即发了 对不对 那到底现在我这个时间还可以再做一个谁检查 3P实验 看到没有我是不是还可以做一个3PC 我这个时间放大量的什么鱼精蛋白 我就可以把咱们的什么呢 你这个线尾蛋白及其降解产物是不是就可以拿出来了 同时大家知道这个时间我还可以做谁呀 第二具体 第二具体是不是我不做这个 我做第二具体的时候 第二具体是不是也可以表现为 因为它是线尾蛋白的一个降解产物啊 对吧 它要一升高即将是不是也容易发生酸涩 明白了没有 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宁血美元时间正常 最主要建议什么 宁血美元时间正常 大家知道 维生素K 肝脏 还有我们这个大家知道是不是抗瘾药物 还有宁血因子 这些统统是不是都可以表现为PT延长 只有血有病 是不是八因子和九因子 所以说它的是APTT怎么了 是延长的 而PT是正常的 我们再来看一道题 PT检查的 大家知道是不是外源性的凝血过程 血管的异常 血小板 凝血功能 抗凝功能 腺溶系统 哦 它肯定是查的是什么 凝血功能 第二具体异常 查的是谁啊 对 第二具体是线尾蛋白的降解产物啊 所以说它查的是不是腺溶的异常 所以它的正确答案是不是C和E 各位 这几道题你要做对了 说明前面王老师讲的东西 你才明白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假如你没有听明白 请你可以再听一遍 好不好